好 为了促进族群融合 并且推动诚信教育 深耕连结观念 提升花莲县学词的品德 花莲县政府阵风处 办理了113年的诚信教育计划 以本县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量身定做 阿正的诚实之刀 第三集宣导动画的影片 那么这个片呢 系列动画短片最终回 剧情是讲述平时 在道场里修行的阿正 如何运用诚实之刀 以及诚实之光 来对抗各种利益的诱惑 来收服不诚实的小鬼 完成师父交付的任务 为了让廉政诚信观念 相较扎根 花莲县政府 并且前往中永国小体育馆 与学校共同举办 一场阿正的诚实之刀 第三集首营活动 这个活动由花莲县政府 正风处副处长吴冠俊 立顶现场致辞 连冷守法师公务人员 以及教职员必须具备的观念 而诚实诚信更要从小做起 花莲人诚实信用 好客 我想这更是花莲最重要的一个风景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一次在现场的支持之下 我们拍了几部连结的动画 到校园里面去扎根 让小朋友从小就接受到这样一个 诚实信用的一个教育 我们更希望说要藉由这样一个方式 让花莲人 让花莲的小朋友 从小就知道要 刚正不安 要诚实 守信 将来长大之后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 正正当当的一个花莲人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当然呢 我们后续 这部动画之后 我们也会 结合我们的连政志工 到各乡镇 到各学校里面去 把这样一个风气 进一步的扩大宣导 希望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欢迎县政府鼓励社会大众 投入联政志愿服工作 奉扬公民参与的精神 协助深入社区 学校训导成性唱联 联政志工持续招募中 由于加入者 请勃03-822-944 或是县政府征锋出报名 欢迎民间各领域的专业人士 对连政训练活动 聚服热情民众 共同参与连政志工的行列 谢谢熊 欢迎收到